这可能是最保值的电动车 今天二手车行跟我说 收了一台可能是最保值的电动跌 而且是全球销量领先的那一台 你能猜到什么车型呢 给你三秒钟时间 一 二 三 你以为是特斯拉 并不是 其实是五菱宏光mini EV 这台车七月份的销量就已经三万台出头了 特斯拉的Model 3加Y的销量也才勉强追得上 而且今年中国上半年的总销量 已经去到了18万台 特斯拉才多少台 17万台啊 特斯拉被甩了半条街 到了广军二手车 老板就在里面收拾这台车 走 我们过去问一下 看一下车多少钱收的 辉哥你好 能不能告诉我这个车多少钱收的 给你开一下宝贝 32800 按照我玩二手车那么多年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车开了大概半年 应该低于2万5吧 2万4 2万5左右收不过分吧 兄弟这个车收得了吗 啊 我还说低啦 2万8收了 有没听到 2万8 那按照正常的二手车行情 我加个2000块钱利润 卖3万块不过分吧 那岂不是这车的保值率超过了85% 那我说这车的保值率比小鹏 特斯拉还要高 你们有意见吗 评论区告诉我 对了 3块多一点 3块2毛5就可以了 啊 3块钱就能把这车充满了 要加到2毛5 哦 不好意思 我说少了2毛5啊 那像这种车 开个两三年再卖出去的话 还能卖多少钱呢 这个呢 我就不好评论 但是说在按照这50来说哈 他本来做这个品质啊 好像以前的50涌光一样 有3万多的指导价那种车 11年都要1万12 那车更亮一点的 我相信这种车 应该都会保值 哦 就像五菱宏光那一种 3万多的指导价 开个大概10年了 还要卖个1万多 所以的话像这种mini 那要是真的是 像现在销量已经起来了 保有样越来越大的情况下 会不会他的保值率 也像他的一些其他表兄弟一样 五菱宏光这样也特别的保值呢 比如说开个三五年还能卖个1万多呢 应该会像这款 电动车说真的充电各方面很方便 我们就停在楼下那里充那个自行车的 我直接扎在那里 调节一下那个 自动模式充满就可以了 的确 他的充电是挺方便的 但是可惜这种慢充没有宽充 嗯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 你们二手车从业人员怎么去看待这种二手的电动车呢 因为现在国家提倡说说真的要提供这新人员车啊 所以说现在每个品牌产家都已经开始生产这种新能员车 如果他这个新的员车 如果是充电系统可以能上充电时间速短 我相信这个新能员车就很快取代这个汽油车 真的很有市场 我也是这么觉得 啊 还有就是消费者很关心的 我们买这样一台50红光mini EV怎么去判断这台车的一个车矿 我一般要一周看看那些玻璃也没坏过 基本上如果没坏过的话 就不要开车矿了 要是真的要有碰撞的话 我相信我也不可能正面的对车主来交易这台车 哦就是说这个车有大事过就车主都没机会开车过来把它卖给你了是吧 对啊 因为这个车它设计的没有去哪 消费者对这款车除了抽矿的问题 说真的就是不利的就是电池的问题了 其实这台车的电池包括它的三电系统啊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因为像这台50红光mini EV啊 它的三电系统是8年12万公里的自保 并且是跟车不跟人的 你像这台车的NEDC只有120公里续航 再打个八折把它的续航 12万公里你得充多少次电才能把它开到 买这台车的人还是比较务实啊 因为前车主把车卖给车行之前 把它自己加装的一个高音喇叭给拆掉了 这是车行老板自己加装回来的 但是呢前车主加装的这块屏幕 他并没有拆掉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把屏幕拆掉 这个中控台会留下一个大窟窿 不好看了 说回买这台车这里有个知识点 你怎么知道你买的这台车是三元锂电池版本 还是磷酸铁锂电池版本呢 其实并不难了 在副驾驶门板这里有个名牌 你把上面的电流跟电压相乘得出的数字结果 去一些汽车网站对比一下电池参数你就知道了 因为三元锂电池跟磷酸铁锂电池的电池容量只差了0.1度啊 至于什么人适合去买这台车呢 日常通勤上下班60公里以内 或者你是上班接娃买菜 这台车最适合不过了 因为这台车小巧灵活 穿街走向毫无压力 停车更是方便啊 但是你得注意了 你这买这台车 前提你家里或者公司能拉一个排叉 对它进行充电 抑或着你家或者公司有固定的充电桩啊 因为这台车只支持慢充 而且它充满需要6.5个小时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有想看的车型 请在我们节目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